大家好 历秋之后夏角兰开始恢复生长 由于温度慢慢的下降了 我们养护夏角兰一定要做好 这一步不然开花少或者是不开花 夏角兰经过了炎月的夏季 这个月片已经养得非常肥厚了 我们这个夏角兰还继续生长出新的月片的话 一定要继续的把它摘掉 因为长出新的月片 这个月片更多更长会影响养分输送 同时也会影响开花 大家看一下我这盆夏角兰已经长得非常旺盛 叶片也是非常整齐的了 如果还让它继续生长新的叶片的话 会影响开花的整齐 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把它新叶片全部摘掉 因为夏角兰已经长出非常好的状态 这个形状非常饱满了 不需要让它再继续生长新的叶片 所以我们这一步就是摘叶子 摘叶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破坏夏角兰的生长点 因为开花长芽都是从这个位置长出来的 摘完叶子之后 我们用蒸根藏花型营养叶给它浇灌 运对于嵌耳生的水 蒸根藏花型营养叶主要是含有丰富的零甲元素 能修进夏角兰花芽分化 接下来就是光照了 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提到光好作用 月片才能长得更坚硬朗 到了花期才能分化出更多的花芽 好了 再见